路径的调整,那我们之前画的路径,如果不喜欢的话,可以点这里,然后透过左边的工具,这一颗 叫直接选取工具,旁边点一下,当你点到路径,去点到它的时候呢,就出现控制锚点 这控制锚点可以让你调位置,可以控制角度哦,这两个锚点可以控制这个 我希望它的角度是这样,再出来一点,这两个锚点可以来做调整 这里都可以自己来控制它的,好,再过来一点点,好,就这样 那如果确定完以后,再提醒你,务必要在这里怎样 新增一个图层,待会把这个路径转成画笔要画在这里,不是画在这里 画在这里就涂不掉了,一定要画在这里,好,确定在这个图层哦 接下来做什么呢,一,新增图层,二,在画笔的地方,笔刷 不可以那么粗,我这边打多少,我打3就好了 那除了打3以外呢,你也要用什么,用这个哦,硬度要楼边的0%,3跟0 接下来,再回到这里来,按右键 把它勾选,这样才有出去,笔刷,确定,那线条出来 再提醒你,线条是画在这一层 那老师怎么还有线呢,因为你现在还点在这个,旁边点一下,点这里,点这里,你看见了吗 所以这个线是因为你点在路径,旁边点一下,我们的线条是画在这一层 跟原来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要特别注意的 那接下来让它发光,发光是什么,那也许名称应该给它一个什么 Line好了啦,线嘛 那接下来发光它负责的,或者按右键的什么东西 按右键的这个混合选项 这个嘛,这个,也行,外光晕,这里,那就开始射了,射光晕 这射多一点,发光多一点 光线出去,这光线自己可以调啦 所以去调这个 好了,以后呢,确定,那再讲一遍 从头到尾,线是在小姐的上面 跟这个图层,它原来处在在这里,我们加这个 那接下来就是要环绕嘛 所以要部分遮掉,点到这个Line的地方,加一个遮色片 我们用这些加,怎么遮呢 涂黑色就是把它遮掉 涂黑色,这时候再确定是黑色 如果不是呢,点这里,交换一下 一定要前景色黑色,然后从画比 这时候画比就不要那么小啦,而且要用硬度的100 三太小了一点点啦 好来,13好了 那看啊,你就可以自己开始要遮咯 好,从这边,从下面绕过去好了啦 从下面这边再开始涂 这边,笔头开始涂,对呀 怎么绕,你看呢 这下面这样绕上来的时候呢 接下来这个就不就越来越来越涂掉吗 Ctrl,以后我一下涂太多了 这次把它遮掉 上来,那这边再遮掉 上来,上去了 就像这样 这样就完成了 那这个就请各位再试试看看 从头到尾想跟这个图就没关系哦 我们是画在这里 如果画错的话,就再开支就在做了 路径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看一下哦,当你点到路径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路径没有,旁边点一下 哦,不要去点到它 否则那些画都觉得,哎,怎么一条线一直在这里 因为你点到它 旁边点一下,不要启动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